當然這個蹄塘的消失 當然會對於整個台北都會環境 蓄洪最大的衝擊 還是在於蓄水蓄洪的 這個最多的衝擊 但是這個蹄塘 現在已經不是失地了 如果可以藉由一些工程手段 讓這個蹄塘的地位 又重新再回復起來的話 我想還是要從 其他生物利用的這個角度來觀察 我覺得有順皮這個七弟 我是用七弟的一個概念來談這件事情 有順皮不應該只是用人類很世俗的視野 來看這個點 因為在台北都會環境裡頭 要找到綠地 要找到一般的公園 其實不難 而且很普遍 包括鄰里公園 包括學校 包括一般的公園等等的這些綠地 但是如果在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裡頭 有一塊新的棋地讓我們來使用 來規劃 來構思的話 我希望說從它的這種特殊性 來看這個點 開始它的 剛才有很多老師都談到了這個點 它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們先要先確認 先確定永春皮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期待這一塊 永春皮將來能夠呈現出來的 是什麼樣子的樣態 比如說你希望這個地方是跟一般的公園 一般的綠地 一般的濕地 這種景觀式的 這種色塊 種了很多花草草 然後就跟一般民眾的休憩 運動或者散步的這樣一個公園 這樣就好了 還是以其他生物的視野 不是只有人類的視野 其他生物的視野 來利用這一塊 這一塊漆地的時候的視野來觀察 如果這個方向你沒有先確認好 那可能這個就會牽涉到 後續的規劃的方向 所以我現在要提出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要把這個地方定位為什麼 定位為一般的公園 一般的景觀的這種休憩公園 還是以生態為主的公園 這個界分就要很清楚了 因為這個跟將來他們規劃的時候的方向 當然這裡頭可能會包括很多的細節 包括植栽的選擇 這些植物可能你要選擇的是 以色澤好看漂亮經常開花 那這個一定是很多的這種景觀植物 那如果是以生態為主的話 那這裡頭就有很多學問了 哪些生物會來 那我們要種哪些生物 或 要種哪些生物 讓這些生物可以來 所以要有很多的植栽的選擇 就要去配合 好了 那哪些生物來了以後 它需要哪些 呃 圍棋地 哪些多孔系的方 的這樣一個營造 還有呢 這裡頭水的深度要多大 當然水的深度又跟剛才的 自弘量有關係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如果可以除了人類的視野以外 用更高角度的其他生物 再利用這一塊濕地 利用這一塊 我們重新再修補起來的 這一塊棋地的這樣一個視野 來觀察這樣子的一個 讓這個永春彼的一個重生的話 我覺得那個先確認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應該是目前最最緊要的課題 好 那目前在很多的這些 都會公園生態化的這個議題裡頭 最近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像大安森林公園 像木柵翠湖 那個都是在僅存的這些綠地裡頭 有條件 然後藉由很多的資工參與 然後把這個棋地重新恢復 重新修補 重新保育的 我不談富裕 我重新把它保育下來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案例 那這些案例 在將來的永春彼這個地方 我希望也可以作為參考 這裡頭很重要的一個精神是民眾的參與 志工的參與 也就是說在這個永春彼將來 如果我們是以生態保育為最終的目標的話 那社區的參與一定要參與期間 當然政府的財力的經費的支柱 或者NGO的參與 這個部分都要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包括要有中長期的這種經營管理的這種計畫 讓這個池子做好了以後 而不會只是雜草重生 然後很多民眾不敢來的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給予很多的期待 那這個期待不曉得會不會太多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希望說先確認方向 以生態為主 我是希望說不要再 不要再做一些沒有特色的公園了 所謂的沒有特色的公園是 因為現在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期待這個永春彼的這一個公園 它有它的獨特性 它有它的特色存在 好 我就目前的這個 對目前的這一個課題提出我的看法 以上謝謝 剛剛德宏引人一個很好的話題 就是我們到底要讓永春彼 走哪一個方向 就是比較生態的 或是比較是一般性的公園使用 那當然永春彼這裡的架子 剛剛我們大概沒有提到 原來它的多數計畫聯繫事處長 雖然它原來是軍營 但是它的多數計畫是住宅用地 那市政我覺得這個地方的開發不應該朝住宅 多數計畫的委員也都支持 把它變成是一個用現在目前朝市地的方向來做 這也是值得很多很多國際上的肯定 我覺得我們希望這件事情也會被看到 是因為當變成住宅的時候 它的價值是怎麼樣 看起來剛剛那個黃玉波也提到的 價值跟價格 價格看起來好像變成住宅可以賣一些租屋 很多很多的經費 但那價值而言 這兩件事情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價值的角度來看 對永續的價值來看 從文史的角度來看 其實回到以前是皮的這種感覺 然後更能夠使用在生態跟西地 跟民眾的休閒之間會得到一些平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也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下午我們做討論的時候可以更深入 那從它的特色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文化是一個開始 所以剛剛其實幾位老師也都有做一些回應 那從歷史跟文化面向 鄭老師可以在這個角度也可以提一些